刘世昌 藏神阁观宝啊 开了眼界了 他一进门 就把九龙杯这事提出来了 周应龙啊 微然一笑 哎呀大哥 您干嘛急着忙着 先看我前几天买的那件东西 那不忙 肯定叫您看 您先瞧瞧这个 有时大一看五看 这是一堆破烂 没什么可看的 大哥 这银河漏气 这可不是一堆破烂 刘世昌一瞧 这药壶不是药壶 砂锅不是砂锅 啊 就这么一个 多半喇这么个破瓦叉子 就像一个网罐似的 这你也摆在桌子上 你说兄弟 他对得起这张桌嘛 咱们 周应龙点点头啊 大哥 您又露气了 知道吗 这可了不得 这现在 要让古董明家知道 他可以出万斤 从我这儿把他买走 是吗 那这破砂锅 哪是破砂锅 这叫否啊 想当年啊 秦王 秦昭相王 和赵惠文王 相会在免池 当时秦国比较强 赵国比较弱 在这个免池 两王相会的时候 这秦昭相王 当众 他要羞辱羞辱 这位赵王 他让赵王 给他弹个曲子 然后 叫他守下了史冠 把这段事给录下来 赵惠文王 当时是面红尔赤 那是一国之军 一国之军 对一国之军 没事在这儿给人家 扒拉着琴 唱个小曲 这多难呢 这个 这传扬出去 怎么得了 但是 秦国势力的 秦王厉害 惹不起 只得忍气吞声 含着眼泪 把这歌唱 唱着秦王 是哈哈大笑 他刚唱完 赵国有一位使臣 叫令相如 他走到秦王跟前 您看见没有 就这个 这叫否 他告诉秦王 他说 我听说呀 秦国国王 鸡否最好听 打出来的鸡啊 能打出 九银螺的声音来 你给我鸡一鸡 当时秦王就活了 你是什么人啊 小小的 赵国使臣 干这样 当时令相如告诉他 咱俩离着呀 也就是一米多远 你敲不敲 你要不敲 我就把我这枪子 全见你身上 就全都喷你身上 他还在玩命 那秦王当时紧张了 这手枪有那么多大臣 谁不敢动啊 怎么 谁也没有令相如 离秦王近的 那时候也没手枪 啊 超出无常手枪 消音的 一下把令相如打着 没大事 你那怎么办 大伙干着急 这有的都握住宝剑了 秦王对他们使个眼色 好了好了啊 这好 那那那我就敲吧 他拿起来 帮帮照这否 敲两下 敲的呀 第二下 劲头太大了 因为什么 秦王走神了 他这么一紧张 啪了一下 给敲一块铲子去 你看 这儿还有俩鞠子呢 啊 这就是当年秦王鞠子那个走 您知道我逃魂这件东西 费了多大的劲啊 脱了多少人啊 这可了不得呀 西式珍宝啊 您哪知道啊 哎呦喂 刘士忠摇摇头啊 怎么 这扔的街上都没人捡 感情是 这么一段来历 哎 坠一流 这样就干嘛呀 说着 刘士忠拿起来 一个小绣球 还挺沉 哎 绣技斑斑呢 就像那小玻璃球似的 那么大 这么玩呀 这这 这也把它 放着这么一个玉碟里 啊 这碟子可玉的 就摆这么一个小绣球 你说这 这也不相称这个 你拿过来吧 周永龙感冒 从大刘士忠手里头 把这小绣球拿过来 轻轻放在底里 这可有来头啊 这有什么来头啊 您知道不知道 当年有一段故事 叫荆轲刺秦呢 周永龙感冒 知道啊 这谁不知道 古代四大刺客之一 荆轲刺秦王 大闹秦庭啊 他是 谁把他 给求出来 说求这个荆轲 到秦国赐秦王 是淹太子丹呢 对 正是因为呀 太子丹 对这个荆轲是十分分厚 对他太好 那荆轲是要什么 有什么 想什么 有什么 简直是不能刀念 他随便这么一说 说 其实说呀 这个马肉最好吃 尤其是这个骏马之肉 好吗 这话刚说完 功夫不大 淹太子丹 把自己的坐骑 牵离居 杀了 哎 在马身上 选这么一块 最好的 那五花三藏 那肉 蒸熟了 给荆轲端来了 他请荆轲喝酒 旁边有一个美女 在那会儿 伴奏 奉秦 哎 奏曲子 哎 荆轲无意中看着这么一眼 嗯 这个 哎 怎么 这个曲子不但弹得好啊 哎 这个女子长得也好啊 尤其他这双手 你看 荆轲还挺内行 怎么 他一看 这个手指啊 这种要求 哎 你得 这有一定长度 要不然那弹那琴 这不行 所以说这一抚琴 这双手太美了 哎 话说完了 荆轲回到他的这个 府地里去 刚坐下 太子丹派人 给送了一件东西 哗一下 把这个仇子掀开 一看 在这玉盘之中 有一双手 您不是喜欢这女人这手吗 就把这手剁下来 给荆轲送来了 你这这这 这哪受了 这个 哎 说那女爹太可怜了 哎 那在古代呀 女性啊 那就是政治的牺牲品啊 非常可悲呀 我说你说了半天 贤弟 我问的是你这掌秀的这 就您听我说呀 没事 荆轲呀 爱打这水漂玩 捡个小石子 啪 打这水漂 哎 燕太子丹看见了 说您这就这么大的一位 侠士啊 荆轲 用石头片打水漂玩 您不爱打这个吗 他做了百粒金钩 这就是其中之 一粒呀 哎 哎呀 刘日常咧嘴了 怎么 我别问了 看来您这屋里这些 都有点说到 哎 全有来头啊 我要给您讲这个 一天一夜讲不完啊 行了 呃 现在我应该啊 让您看看我前两天 从王府院掌柜手里 买了的这件东西了 说着 说 走着那家庭案跟前 把一个破毯子片撩开 哎 刘日常 摇了摇头 他乐 乐什么呀 可惜这国宝了 就用这破毯子片 盖打 大哥有所不知 这不是一般的毯子 想当年啊 周文王被困在游里 他的长子 拨一口 为替付赎罪 到阴咒王跟前 给咒王送了三件宝物 其中之一 就是这刑酒毯 甭管您喝多少酒喝的 鸣品大醉 只要往这毯子上一躺 立刻刷拉一下 没喝一样 就那么清醒 这毯子是找不着了 就这么一个边 我把它留下来 来 行不行 刘日常一看 我甭问了 怎么 您这全都是古代的宝贝 哪样呢 破鞋底子 麻绳头 这大概都有来头 太快了 您让我看看这个吧 这不就是吗 我坐了一个锦匣 在匣子里边呢 有个锦囊 说着 他把匣子打开 把锦囊取出来 锦囊打开 刷拉上一下 光滑上一闪 就想跟他往后 当退好几步 哎呀 兄弟 算吧 您跟我说了半天 什么金珠也好啊 什么这个古琴也吧 我看哪个呀 也不如这个呀 咱们要啊 不错吧 那么这吧 今儿晚上 咱们拿他喝几杯 不不不 不敢不敢 什么 我听说这只 此乃是金物啊 金物什么意思 那只能是皇帝家有的东西 哎 群长百姓家 那没关系 咱这是花钱买的 对不对 王掌柜 对对 哎那什么 庄主 您这一说呀 倒给我提了醒了 提什么醒 有话过来请讲 这个不是 我不用过去 我就跟您这说来了 庄主 这杯我 真 我不想卖了 是吧 周应龙一听 刷一下 把旧龙杯 背倒不去了 你不想卖了 这么回事 卖便宜了 还是有人给你出了大价钱 不是不是 没有其一无此理 告诉你把王掌柜 怎么 自了那条信吧 咱买回去 两千两 两万两 凶想 行了行了 大哥就冲场 我也不向您介绍别的东西走过咱们 这点麻烦了不是 你这 不是我这随便跟您啊 说句笑话 这笑话说不得 怎么 我这人办事啊 比较认真 也知道我这脾气明星 都能出门反耳的 我因为去找你 这你拿着杯来卖过 对对对 那都是 但是有一样 现在在这个杯 他们处得一番手心 那怎么写话呀 怎么 你别把杨香古车给耽误了 瞎子的乐乐 什么呀你 王美彦不敢言语了 周应龙回首把门关上 哗的底下 用手一扶着门框 也不知道抓的是哪 反正人家抓的是地方 你抓就不行 蹭地下了 你打砸到上去了 咔 那门呢 又回复原状了 记住了没有 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 拍的是什么砖呢 那什么 我记住了 黑砖和黄砖 别踩错了 踩错了 以失足落下去 可就麻烦了 我知道我知道 您放心吧 您走哪 我走哪 绝对没错 哎 对了 最好您背着我 根本不可能 黄砖哲哭哭的 跟着出来 来到前面 二次落座 大哥 行了 我的东西您也看到了 这个 您就在这儿住下来吧 王大规 你店里头忙不忙啊 我店里头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也应该在那指引着 哎 不能啊 当这个水手掌柜 撒手不管 王大规 明白了 就是往外开我 您放心 今晚上啊 我就带您这下打扰爷 明日吃个早饭之后 我就告辞 对对了 我们两个一起来的 怎么好今晚上 天都不早了 能让他走呢 啊 行了行了 周英龙就有点不太高兴 没有大哥 刘四强这话 他敢把王八雁给轰出去 好 行了 今儿晚上 咱们这晚饭晚着点吃 为什么 赶登以后 什么原因 主要 咱就用那支酒龙杯 喝他几杯 兄长 皇帝家有的东西 咱没有 哎 看看他怎么使用 那他能使唤 咱也照样能使唤 不是这这么回事吗 不过他是皇上得了 皇上东西到咱家了 那就是咱的了 好好好 王八雁一下 对 那什么您别看 我把这杯拜给您了 我还真没使得喝过酒呢 再喝两杯 就在这时候 哼哼哼 管家打大伙子 我跟庄主 门外有人办法 哦 什么人呢 告诉他 我有好朋友 自远方的 是我家兄长 亲大哥一样 我们啊 正要好好叙叙旧了 不管他是谁 一律 保险 哦 这位说了 您无论如何 得见他一面 这儿有他的拜帖 是吧 他拜帖递过来 那时候的拜帖 也就等于现在 这名片 不过大一点 好家伙 一时来长的 大红风 紧之道房 接过来 刷一下 扯开 这么一看 哟 赛毛 随杨湘 随着这拜帖 趴他一下 要下一份 礼丹来 他把礼丹展开 这么一看 这礼品 太重了 太重了 光金银兽兴 就是两对 外有俘虏兽三星 还有己肃兽连 那还不算 什么眼窝呀 鱼翅呀 这个人身的路容 好多呀 这要没有 千千八个两只 围银根本置办不齐 这么重的一份礼 嗯 周英龙觉得奇怪 什么 我久仰其人 可以说是名声赫赫 江湖中一提起来 赛毛髓 无人不知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可是我们没有来往 把相互之间连一杯茶水都不够 为什么今天到这来给我送这么厚的厚礼呢 我快过生日了 杨湖 杨湖怎么知道 要说不见 这从情理上说不过去 说见 我见他干什么呀 啊 不由得就看了一看 刘世昌 大哥 你说我见不见 刘世昌心里有点喘皮肤 怎么回事 来之前就如是已先定好了的了 哎 他带着王不厌 哎 到这来就是看望周英龙 那么碰巧了 杨湖五呢 登门拜访 他们根本就不认识 如果说 这个豆要是刻破了 要是让周英龙知道了 那可了不得了 怎么 他就得跟着刘世昌立刻画地绝就 那还是一件 小事 更使人哪 难过的呢 就周英龙太伤心了 怎么 你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 咋地中是什么教训 杨湖五啊咋办呀 那还要得 后果呀 不堪设想 所以这时候呢 刘世昌心留点紧张 这王伯彦哪 手也没这儿搁 小杨没这儿放了 他咋更小 呃 贤弟 怎么 来了朋友了吗 刘世昌就在装糊涂 啊 大哥 你看看 哎 把这个李丹 摆贴 推过来 刘世昌这么一笑 哎呦 这不是江湖上 鼎鼎大名的杨湘五吗 就是啊 大哥 我跟此人没有什么过往 您说我是贱 还是不贱呢 哎呦 刘世昌没难了 怎么 心里说过 他兄弟 你你这什么的事 这不是在我吗 这不是 我要死就白脸 急着白脸 那你这见 那不见到 这不透假了吗 我说对好 别见 那别见 我上这干嘛来了 杨姑爷到这 是卫背来的 自己转念又一想 刘世昌 刘世昌 你这怎么了 怎么你毕竟 毕竟是大鹏 大几岁 长大哥的 我能变吗 哎你不能跟王国艳学啊 这下子简直 点多点变色 那不麻烦了吗 哎贤弟 以于兄之间 还是见解为好吧 怎么 你看 人家大爷这么重的重力 这就说明 对你啊 是早就 惊讶了 今天 特地先来拜访 按照江湖的规矩 应该是 这个以礼相待 大哥言之有礼 你就不要动了 请您在这稍后 吩咐一声 请 说我亲自 在二门迎接 都说了 庄主亲自到二门来迎接 两个人就见面 说了几句客套话 哎不过就是什么 我轰雷逛耳耗 也当空那套呗 然后呢 把杨威也给请进来 讲解精神 呵 可不像上帝哥 建议村 喝酒团容易 黄马罐的时候呢 会个毒脸的 现在这几天呢 精神都先管 进去门来 一眼就看见刘士忧了 刘长欣说 这戏怎么唱 这 怎么 刘士忧这人呢 别看在江湖上 闯大了多年 他这是一个 比较老实的人 就是说 做不了亏心事 也不会说那么一心话 所以他 看了杨无爷一眼 周英龙赶旁过来 杨无爷 这是我家好友 我的兄长 您认识吗 哦 可不知此位 姓氏名谁 这胡同 装得好 他就是江湖上 大有名气呀 没与见 刘士忧 刘士忧 哎呀 九阳九阳 杨湖五不猜 这张有理 高见高见 杨无爷 这位是 杨湖 我正立言 王伯爷 心里说 倒霉倒你身上 怎么 没事住你这店里 你这手脚不老实 偷露我 你说这这 这是麻烦的 啊 惹到大娄子 你 你这 怎么办吧 这个 你现在好 坐在这儿啊 插鼠绷着 大鼠压二腿 压二腿 三一凝 坐这儿 皮儿辣嘴的 扔人溜了 我 杨无爷 瞅他就来气 王伯爷 明白了 行 你说五爷 您别跟我来伙啊 咱这戏得唱去去 可我在这 给你做内应呢 就是什么 哎呦 杨无爷 咱瞎不猜 王伯爷 这相有理 啊 听说过 你这这差哪儿去了 这个 听说过和久仰 这差多了 这个 哎哎哎 请坐请坐 我们民主啰嗦了 和礼物也都抬上来了 让周应龙过过目 哎 跟这个李丹呢 得相处 那不能 管给人份李丹 谎人一辑子 那不行 哥 又是上心书 我家的不也是 真有点上 咱们 哪儿逃婚的 这么一份重礼啊 嗯 哪儿顾着这么多人呢 喝茶话 这一对一对的 被这礼物全 给抬在后边去 周应龙是再三的致谢 吩咐人摆酒 正好把大哥刘士抢下来 咱们就在一起 痛饮一饭 我这块喝上了 哎 喝着喝着呢 那就得说些话啊 说些什么江湖上的 一些个传闻呗 哎 江湖上的一些仪式 这哪位英雄怎么样了 哪位吼汉如何了 这就谈来谈去 就归了正题了 杨母爷 您是路过此处啊 还是专程 到这儿 来看我呀 杨母爷一听 哎呀 庄主啊 我早就听说 庄主啊 喜有怪恋 江湖上 是你为了要 不起的英雄 可惜啊 可惜什么呢 这缘分太浅 我早就该登门拜访 今天我是特地 来看望庄主 正好 哎 等庄主呢 前求之旗 那么我就 哎 随份礼吧 接着给庄主呢 把兽 不敢当 另外 我还有一件事情 相求 我们来看 你说不过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就会 看 这